Hello 大家好 我现在已经到了班公湖 想起班公湖呢 我必须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我在这里真实遇到的真实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发生在2016年的五月份 这是一个让我感觉到祖国非常强大 当时我也是到达这个班公湖 然后我看到了一只 类似于丹顶鹤一样的鹤 很漂亮很漂亮 当时我的单反的相机是 18-105的一个焦距 当我拉到105的时候 依然拍不清楚这个鹤 然后我就决定把车子往下开一点 就像现在这样子往下开一点 然后我去拍这只鹤 当我在下来拍这只鹤的时候 我的车子就陷入了沼泽地里面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地 看到这些梨 你看起来像梨 当你车子开进开下来以后 它是会陷进去的 会往外冒水的 就无形之中陷进去了 把水就冒出来了 后面呢 我打了110进行救援 来了四五十个人 刚开始来的时候呢 第一波来的是119 119的消防救援 来给我进行救援 当119的车刚下来的时候 119的车也陷进去了 后来119的人员又联系了当地的陆军 就是这个陆军部门的 我这个具体我也不太清楚这个部门的发疯 后来又来了两辆猛士 加十来个咱们那个军人过来一起帮我救援 当两辆猛士过来的时候呢 他依然救不上我的这台车 后来呢 咱们就又联系了当地的一些部队的军人过来 然后来了又来了几十个 一起帮我推呀 往外往上抬呀什么的 还是不行 还是救不上来 最后无赖之下 又联系了武警部门 联系了武警部门 武警部门呢 开了一台装载机 开了一台装载机 拿了接近一百米的钢丝绳 加上所有的人的努力 过台 再加上装载机往后拉 最终我的车被救援上来了 当我的车被救援上来以后呢 我请所有的全体官兵同志吃饭 没有一个人吃饭 没有一个人说让我破费 不愿意让我花一分钱 我请 我问他们需不需要救援费 他们说不收一分钱 不收一分钱 当时让我感动的 感觉就是 那种心情无法 用语言描述 最后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 咱们在藏区这边 表示感谢的最高礼仪就是送 哈达 然后我去买了很多哈达跟景旗 给他们每个部门送了景旗 每一个救援我官兵的同志送了一份哈达 每个救援的时间呢 一共花费了九个半小时九个半小时 十二点钟左右 一直救援到晚上接近九点半左右 啊这里是十点钟左右就天黑 天马马上都快要黑了 我的车最后被救援上来了 再一次 当时呢 我也是没有做自媒体 也没有一些流量 也没有一些 发生的渠道 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感谢他们 但是我现在 是一个自媒体工作人员 我有了一定的流量 再次再次的去感谢 16年救援我的所有官兵们 在此向你们致敬 希望 我们来到班公湖这边的朋友 到这个地方 千万不要把车子开下来 一定要切记切记 因为这个地方很多都是沼泽地啊 很多都是沼泽地 所以呢 我们一定不要把车子开下来 再次感谢16年救援我的所有官兵同志们 感谢你们 也为了我们的祖国而强大 点赞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